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地》和重生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绝地你可能就会死在那 重生也不是说一定要经历绝地才重生 一切的经历对于细民来讲 对于陆浩云来讲 军人职业里总得有人打不滑 他恰恰是代表着那样的人 方向右 动动八 高低零 八号装药 刘先生 顺发引进 三门单发 福建宫亲王被击中了 但没有当场毙命 我们写的是当场毙命 你可以理解为是演绎的 立军的炮兵部队一定是在射战上 晓风 咱们终于又见面了 他们俩是同学 当年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去东洋留学 因为战争把这两个人分开 我是中国军人 必须要为我的国家而战 军人为了捍卫自己民族的权利 可能两个人都会死 但是死也有死的尊严 是因为抗命被邱若追捕 剧本的这个情节当中 是把这两个人的命运 甚至生命是经常会捆绑到一起 刀 邱若最终对陆浩云是有转变的 是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情 刚才你击毁了鬼子四两套 瓦解了他们的进攻 你是党国需要的人才 如果我们想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 你就不能死在这儿 可是南京方面要追究我呀 我去替你向上风求情 邱若他是一个一板一眼 绝对不把情感流露你色的人 他们最终告别的戏 想起来我仍然会内心非常的激动 这三个多月拍摄下来 很多场戏大家在一起 是要一起跳到神坛里 11月份 一个男的要摁住女演员的头 把他摁在水里边 然后三二一开始再冒起来 彻骨的来 大量的这种情节当中 邱若他已经慢慢慢慢地开始 怀疑之前的那个命令 从怀疑到最终邱若抗命 是因为这两位都完成了人生的一个质变 邱若是被陆浩云感染了 这一路走来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抗命不遵 估计不全是你的错 你如果跟我去徐州 相信会被枪决 太可惜了 我的身上应该具备一部分军人的情怀 和我个人在生活当中 面临顺境困境 或者是得意忘形 之后我有反思 所以这个反思帮我自己也重生了 那么重生 从我的内心是扎扎实实地有了烙印 兄弟们 天凉啊 多喝几碗热身子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怎么样 是不是没过瘾啊 那就痛痛快快地锁定电视剧频道 追看《断刀之绝地重生》吧 新推荐 明天见